虽然有质疑声 但是琼瑶的新作新环珠格格还是如期的播出 那播完之后呢 虽然会有一些骂声 可是演员还是一如既往的红了起来 8月29号呢 新环珠的主演来到上海 举办了一个影迷见面会 也在现场回应了众多负面的传闻 作为新环珠中最受关注的情侣道 小燕子李胜和五阿哥张瑞 不仅一同登台 还连妹献上了主题曲 令台下尖叫不断 而剧中同样为小燕子倾倒的班杰明 也不甘示弱 热情现场风儿阵阵吹 一个人也同样深情款款 新环珠格格在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同时 也伴随着不少的争议 除了之前尔康和紫薇的一场骑马戏 被网友戏称为天雷滚滚 在最近播出的剧集中 五阿哥和辛荣之间的戏份 又被评论为尺度过大 对此五阿哥张瑞则表示 可能是观众的原因 剧仍然是很健康的 那现在播出的全都是永齐 来怎样拒绝新荣 然后新荣会怎样去勾引永齐 也会有这样的桥段 新荣只穿了一件小小的小可爱 对对对 但是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可能都是一些背的东西吧 说这个我们觉得还是在 十岁 十岁以上的都可以看 而剧中一段有心无力 无心无力的对白 更被指过于夸张 是有心无力 有些男人是无心有力 最好的 张瑞倒觉得 这只是很穷瑶 很失忆而已 就是最糟的那种 无心无力 我觉得是蛮穷瑶阿姨风格的 一种东西 因为她的戏不管怎么样 台词都是连贯的那种 一种失忆的 扮演小燕子的李胜 更是从一开播就难逃流言蜚语 特别是她和老板小燕子之间的对比 对此李胜倒是自有想法 像的部分可能只是因为 我们都是属于小燕子式的女生 然后肯定会有很多不像的地方 我觉得老板是活泼可爱 天真无邪 然后心满的小燕子 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她本人的个性 也确实是有点粗线条 还自爆起了小时候 打人遭退学的辉煌经历 真有几分小燕子的爽气 就小时候是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包括小学的时候 喜欢打人家 幼儿园的时候是本性使然 就是爱打包拼 因为那时候好像同学 有一个男生不爱吃饭 然后天天爱哭 我就会天天给他端两碗饭 然后威胁他必须要吃 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被我打一遍 就所以被幼儿园给劝退了 不知各位观众是否记得 李胜和新娱乐在线 可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2006年至2007年 李胜曾在新娱乐在线 担任北京演播室主持人 深受大家的喜爱 而他本人对于这段经历 也印象深刻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 那个造型比较成熟 是一个宝蓝色 上面还有亮钻的裙子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吧 对对对 那时候很一天录 好多好多主持的节目 新娱乐在线上海报道 谢谢大家